意大利最近将举行国会大选 而他们有可能选出新的女总理吗? 怎么说? 因为右派的意大利兄弟党预料会获得最多的席次 而他们的党魁45岁的梅洛尼 只有有可能成为意大利第一位的女总理 事实上她高举国家利益 反同还有排外这样的理念 但是她和北大西洋公约组织 也就是NATO 站在同一个阵线 她反对俄罗斯侵略乌克兰 还有中国威胁台湾的一些相关行径 而事实上梅洛尼是什么样的背景呢? 就带你来看到 其实她只有高中的学历 她打破了政治的天花板 从15岁的时候 加入了意大利的社会运动青年侧义 开始展露头角 而在29岁当选众议院的议员 随后也成为最年轻的副议长 看得出来是政坛上的一颗星星 而2012年 她成立了意大利的兄弟党 斯拉普主张是偏右保守还有民粹 但是她要尊重人权和民主 不过其实梅洛尼也曾经因为支持 法西斯主义之父莫索里尼 因此也有部分的人士会质疑她的立场 而中央社也针对梅洛尼进行了专访 为何会特别提出 因为这也是多年来首次有意大利的政坛领袖 接受台湾媒体的专访 梅洛尼就说 与台湾因为诚挚的友谊互相连结 选后如果她当选会加强和台湾的合作 她也提到如果台海发生冲突 对欧洲她认为会有直接的影响 因此她会和自由世界一起谴责中国的行为 同时她也说 她特别关注2020年蔡总统的选举消息 尽管她说这个理念不同 但是台湾和意大利可以在科学 公卫观光以及半导体的产业来进行合作 她也说如果意大利诞生的女总理 对国家来说是个好征兆 而事实上不论如何 对意大利来说 她的台海政策是否有所改变呢 就带你来看 有专家学者就做出了分析了 其实因为昔日啊 她是第一个前一带一路的G7国家 但是今天她多次的否决中资的并购 会有这样的一个变化呢 专家学者也做出了分析 首先来看学者史大福就说 因为当时一欧派和反欧民粹政党的结合 催生了当时的清中政府 当时他们错估了情势 给中共空间行动 但是后来发现一带一路许多的项目都搁置了 因此在后续又可以分成两个部分来做说明 第一个是外交 第二个是内政 在外交方面呢 由于意大利的传统盟友给了压力 欧盟也开始审视5G的供应商 而在内政的部分 执政联盟大喜牌对中政策 他们决定采取欧洲的途径 因此对中国的行为也采取比较保守了 而我们的注意代表李星云也说 近年来观察到意大利发现错估中国 因此也和台湾更紧密了 原因是因为疫情还有乌克兰的危机 凸显中俄政权会带来威胁 而探台湾的部分呢 则是向长荣航空即将启动首次的米兰台北直飞 还有高科技产业相关的联系 所以可以看得出来台裔双方 是越来越多的产业进行合作了 同时梅洛尼日前呢 也在推特上面发文 写说与台湾驻意大利理性大使 他用的是这个词 成果丰说的会晤 永远站在自由和民主的一方 因此有很多的专家学者都认为 未来台湾和意大利的发展关系乐观可期